今天,大老爺,這副牌呢? 我扯特,小屍 天空之城,我覺得這副牌做得漂亮 為什麼呢?它比龍貓更漂亮 又是那些膠盒,很漂亮 日本人做膠盒,真的很強橫 我想問,這個是不是就是Laputa? 對,Laputa 下面這個字是為什麼呢? 全都是電影中的一幕 這個意思,大家也猜到這副牌 其實是1986年天空之城的牌 有一件事,我儲啤牌的習慣 原來是不經不覺受到日本人的影響 因為很多日本的啤牌,它是將底和面 都是這樣反轉 我現在儲啤牌,我通常都會這樣放 而這隻是用來遮蓋 當作是一隻士啤牌 Joker 這兩張是經典天空之城的海報 所有海報都是這張 而它有兩隻白色的牌 另外這些也不用多說 有看天空之城都知道 全部都是,因為現在周邊的商品 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其中一個玩法就是 它將電影的宣傳物變成啤牌 如果你有見過的 例如最近有一套雲場的電影也有出動 這一定是在電影裏面 不過我欣賞這副話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想做什麼呢 它是想做菲林 所以它每一個場景都是打橫去的 其實大部分那些電影紀念啤牌 都是打動的 就不會做打橫去的 這個真的是日本人那種細心 是你在這些位置看到 它其實當你是一條菲林 一直扯一條菲林出來 大家其實有看天空之城 就算沒有看過天空之城 你都大概知道這個故事 就是飛行寶石 然後最後探討人和大自然 機械和科技的關係 就這樣看 好像一條條菲林 那我不搞這麼多了 它也沒有寫其他字 沒有對白 令到你好像那條底片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系列 當然我知道這個系列 譬如宮崎駿系列 不止出這個系列 譬如龍貓一定有出 但我覺得這副牌唯一 和其他介紹的牌不同 就是剛才那兩副是Made in Japan 這副是它寫明的 2009Made in China For sale in Japan only 但你看到日本人那種管理 是Made in China 不過我的膠盒 都可以做回那種水平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值得 這副Pair Pair Pair 其實更有一個很特別的點 為何總會提起Pair Pair Pair 是要在日本售單 只是讓人可以賣 其實海外的電郵券 和日本的電郵券 是兩個不同的電郵 即是判了那個牌 出來給香港代理商 其實香港的代理商 如果和日本公司溝通了之後 其實他們就有權拿這些影片去印 然後就印一套在香港可以賣的一套 我們上一回合介紹過一副足球小將DVD的配牌 那個水準就差很多 無論是紙質還是包裝都是差很多 這裏我想最後拍一拍 特別為了這副牌畫的啤牌背 我覺得相當美